国镇总秘书纳兹里前两天在雪州世贸月助选时 就大骂西蒙政府将财政部长、总检察长以及首席大法官交给非马来人来出任 有损了马来人的权益 还警告非马来人不要质疑马来人的权益 否则就会发生华旦小被关闭的情况 讲出这一句话之后呢 纳兹里不止被很多人骂他种族主义 现在就连警方都要去调查他了 而纳兹里的一番话也被西蒙政府抓到把柄 现在在助选讲座上都一直在拿纳兹里来做话题 内政部长兼土团党主席穆有丁昨晚在世贸月助选讲座上 狠狠地还击国镇总秘书纳兹里 穆有丁强调西蒙政府委任非马来人担任财政部长 总检察长以及首席大法官并没有违反宪法 如果纳兹里认为西蒙政府挑战宪法 那么身为律师的他就把西蒙告上庭吧 西蒙随时准备接招 穆有丁还说很多人都在问他 为什么选林冠英这个非马来人做财政部长呢 但是穆有丁认为选谁做财政部长无关种族 而是关乎他的诚信 我们的前任财政部长接首相 他就是马来人呀 但是他做了什么 他可是丢尽了马来人的脸呀 纳兹里的一番言论让西蒙抓到机会狂轰滥炸 然而纳兹里的老大乌统代主席莫哈姆哈山 昨天可是漏夜发表声明 跟纳兹里划清界限 强调纳兹里说的话是他的个人言论 不代表乌统立场 哈山声明 乌统与国阵向来都尊重 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教育制度与宗教自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